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回到6月4日之后的《孤俊天下事》 当然在6月4日之后,特别是2019年之后 因为反送中运动有很多象征性的日子 例如612、721、831 其实在英国,在英国时间6月9日 其实在英国的一些城市,特别是伦敦 都会有一些集会,特别是香港人 或者希望当地的人都能够继续关注香港议题 节目开始之前,先讲讲这个星期出版节目 这个星期出版节目有我的文章 《英国对华政策义工党》 上一篇文章就讲到关于保守党 就是刚刚之前保守党 由现任到之前的五任手上本身对华政策 然后工党最主要都是两位的手上 基本上无论是工党或是保守党对华政策 基本上他们的分别都不大 也都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英国对华政策本身 会出现现在某一些呈现出来的一些状况 无论可能是重度依赖 或者重度对中国那种经济、教育 或者甚至是这个路由业方面的依赖 也都讲一讲就是说其实都会不会是 跟英国政策里面对中国认知有关等等 所以希望大家 特别如果英国朋友 在7月4日投票之前都想了解一下 究竟两大政党对华政策 会不会对你们去投票的时候 有一个重要考虑呢 我相信这篇文章能够给到一些确实 还有一些有用的分析给大家的 好了 那这个星期回来 那当然上个星期和钟sir说完六四有关的事 那这个星期就延续从另一个角度去讲 一讲关于这个问题 那话说就 就是 前几天可以这么说 有一堆网上的朋友 都将一些六四的一些新闻图片 是放在网上分享 那其实有一些朋友 我也是在认识的 也都在香港的 那 那 特别是一些视频记者 那他们冒着生命危险 和冒着一个很大的风险 去拍一些六四的一些图片 那的而且确 是令到我们对这一件 其实官方想围望 想我们围望的事件 是透过这些历史 这些新闻图片的呈现 是能够是令大家记忆犹新 也都不令到大家可以 而没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没有可能忘记六四 那当然你说 就是究竟 无论是过往35年 无论是在中国 或者甚至在香港 无论是一个政治理由 或者甚至是资讯的因素 很多人是真的不同程度忘记 或者甚至是用一个扭曲 官方扭曲的版本 去到历价六四 那这个就未来再说了 那今天最主要是会 今天最主要想和大家说些什么呢 其实就是说一说 就是借六四这个话题 说一说一些政治的图腾 或者是一些symbolism 那就是六四里面的话 其实其中一个流传最广 不单止是华人世界 而是整个国际社会 都会用来不断地去做一个 再呈现的图腾 那我们称之为坦克人 就是Tankman 就是那时候一个相传叫王维林 19岁的年轻人 在四个坦克 就是长安大街前面那里 挡住坦克 不让他过 表现出一个很英勇的行为 那坦克扭向左 扭向右 扭向右 表现出一种 要对抗强权的一种姿态 所以虽然他后来一个人 不知道去了哪里 但是这一幕 就不断在世界上的潮流文化 来重现 甚至乎 其实我刚才叫朋友 是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哇 就是用LEGO 用Minecraft的philosophy 来做一个低清的Tankman的图片 然后你眨望下去 你不觉得Tankman 这个可以帮助你流传出去 就是将这个图片 如果大家有兴趣 就可以在我教育刺针那里下注 这个我跟大家开心分享 所以今天就会讲一讲这个 为什么Tankman的一个图片呢 是会胜出 甚至是被这个民主女神像 其实流传和那个应用 或者变成Mimi图 不是因图 不是因图 那个情况是会更加厉害的 所以今天就讲这个问题了 那当然讲到关于六四这件 目前无论是屠宿或是惨案 那当然很多时候遇到一些 历史上面有一些大的挫折 可能很多一些政治社会运动 或者甚至一些民主运动 遇到挫折的时候 那特别香港是做一个例子 那就是你遇到整个运动 无论是被官方打压 或者很多挫折 那当然有很多情感上面 或者很多情说上面的一些受伤 或者一些伤同行毒 但是很多时候 这些运动本身能够 令到人觉得仍然有一些希望 很可能是一些有意无意之间 的一些场景一些动作 而这些场景的动作 是被一些人记录下来 无论是透过相片 无论是透过图片也好 而这些图片上片之后 可能接着过一段很长时间 很多人透过这些图片上片的一些想像 是创造了很多不同的故事 刚刚刚杨长也说过 说到关于所谓的坦克人 那我反而最记得最记得一件事 就是当年我自己在浸会大学 政治及国际关系教的时候 那我当然一定会教社会运动 其中一科必修科目 那一定会教到 关于不同国家的社会运动 可能中国、香港、台湾都有 那在中国的时候 其实有一张图 是留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 就是一出 其实是一出成人卡通 那一出叫衰仔浪 然后思想学院里面 当然一定那些成人色情笑话 一些青春期 很多朋友看完之后 觉得有一些 puppity是吗? 有讲puppity是吗? puppity是吗? 有一些兴奋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还没化那时候 可能有时一些 其实是 拍到一些 男主角 可能是一些十多岁的年轻人 就看到那些女生穿泳衣 或者穿泳衣 就会暴露了一种很兴奋 就是那种青春期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李家超 用这个词 绝对是用来玩这个 就是唐家驊 好了 你已经用错词了 当然 其他样东西就是 咦? 竟然有一集 故事竟然是用中国 而那一集来说 竟然有提过这个六四 甚至是这个卡克人 甚至其实大家都 有用衰仔乐园有吗? 是啊 有啊 甚至有人 有一幕有人 叫做截了个头 就是说 在19964 在天安门 是没有事发生过的 这样等等 这个不是啊 这个是SIMSON 是SIMSON 不好意思 是SIM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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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大家都是一些卡通 你星神都是一个 比较成年人卡通 所以 多不少都有一些混乱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 就是 为什么一个外国的卡通 一个外国的动画 会以六四 或者甚至以塔克人 作为 那个题材 那我相信 其实 这个故事背后 一定会 是 令到人会觉得 就是说 究竟 塔克人本身 那 刚才也说到 就是一个 其实只有一个 年轻人走过 那之后 我第一幕会想 就是说 会不会 塔克车真的压到它 变成肉 其实没有啊 反而 它冲向前的时候 塔克车 似乎又不太敢撞去 那我不知道是 駕塔克那家是害怕的 明知道这么多记者 来拍着嘛 你剪过去的时候 又是一宗国际新聞來的 是啊 可能是国际新聞 那另一方面就是 你知道刚刚结束了一个 求成之后 那当然可能 你士兵各方面 知道其实可能 这件事之后 那会不会都是 就是 在处理一些 就是示威者 或者在官方所说的 报道的过程里面 会有一些 禁忌 或者有一些顾忌 结果最终 可能那一位 就是年轻人 结果都是被人抓到了 结果在人群上面消失 也都是不见了 那好了 那其实 以杨诚本身 刚才说到所谓 政治图团 或者政治符号 去说到这一个 所谓的坦克人 其实中间有什么 观察 或者有什么重点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呢 那其实 还没说 为什么坦克人 会用来做政治图团 之前的话呢 其实我们要首先 问一问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需要政治图团呢 其实政治 在电光火石之间的话 你不可以说 我们要进攻 或者做某个行为之前 我们要长长篇大论 做一个很长的演说 做一个很长的演说 问份 你是需要用一些参加者 一看到就已经会二血沸腾 换句话来说 是可以煽动到他做事的 那些其实 是可以够资格来做一个图图 其实历史上的话 东西方那也好 其实都有类似的 那些象律 或者象律 是可以马上做这种 所谓煽动的作用 用香港的方法叫做 煎画 煎画 是的 西方的话呢 其实它不一定是 好像现在画公仔 需要一个画面出来 一开始的时候呢 其实是一种颜色也可以 这个其实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法国所用的那个Tri Color Tri Color 本身已经是一个图腾 或者是一个象律 红绿 不是 红蓝 红蓝白 这三个颜色 其实代表着什么呢 红色和蓝色 就是一个巴黎用的颜色 然后呢 白色就是法国传统的颜色 这三个颜色 已经代表着 法国的一个传统的价值观 然后就 后来的人呢 就再将这件事来演绎了 就是三个颜色呢 就代表着 那些三级议会 就是说 这个的教士 这个的贵族 和一个资争家级 再下去的时候呢 就代表着 法国新的三个的价值观 就是平等 自由 所以其实这三个颜色本身呢 就代表着 不同年代的时候 法国人所追求的价值观 一拿出来的时候呢 就可以有一种激昂意识的感觉 好了 除了颜色之外的话呢 其实传统上的话 其实 如果我们看回西方里面 一个学问呢 叫做文章 Code of Arm 你就会发现 其实不同的国家 或者不同的城市 它会用不同的线路来代表自己 比如说现在 英格兰球队 你不是三个狮子的 那三个狮子 本身呢 就是英格兰的文章里面 所需要用的 所以就是英国皇室 将这个使用权 给英格兰球队 所以他就可以同时间用到那三个狮子 所以狮子呢 三个狮子呢 就代表英国皇室 这个洩杀在这里 好了 这个已经是传统的做法了 再下去的时候呢 其实当民主这个现象出现了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有很多新的价值出现了 好了 最常用的就是说 民间抗争的唯一一个价值 就是这个 一个拳头 就是代表着一种 下级向上级 或者平民向有权的人 来抗争 所以为什么你看到华人 或者华人的意思 比如说六七暴动 又或者台湾的议会 或者台湾的人 来搞运动的时候 都会 这样来到去 这个其实已经是一个很久的历史 所以当民主和民权出现了之后呢 一个很简单的圖文 就是用拳头 代表着一种抗争 最深印象我看到呢 我竟然是记得就是80年代 讲关于南韩抗争运动的时候 是啊 他们那些很齐点 呜呜呜呜呜 呜呜呜呜 呜呜呜呜呜 反而不是跟香港有关 反而是跟南韩有关 是 没错 是很漂亮的 另外一个跟他意思相近的话就是说 譬如说有三个人拿着举牌 就是你把这个已经符号化的时候呢 举牌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抗争 跟这个拳头是差不多一样 就是诸如柱呢 这些这样的颜色 刚刚你讲到关于举牌呢 我之前做过5月35的那个话剧呢 其中有一幕呢 在后来讲的部分 就是讲到关于是小林 他林过山的时候 他想念过往的日子 或者甚至想念他死了的儿子 然后我们做下官的时候 最初那个版本呢 那现在最终的版本就是三支蜡烛 但最初的版本呢 其中一个我们选择的一个倒影 就是说 我们在一个白色的一个布里面 做一些倒影 其中一个倒影呢 就是刚刚刚仰尔法所说的 就是举牌 可能是民主啊 可能是自由啊 这些这样的牌 所以你猜其实举牌本身呢 其实是被人很快明白 是跟一个抗争运动有关的 没错了 好了 另外就是说 除了这个符号之外 人样的话呢 都是一种的颜色来的 其实最出名的是 就是现在 长毛刀又穿了那件衣服 捷古华拉 捷古华拉理论上 就是说他是古巴的革命领袖 接着来讲 正东西啊 他那时候跟苏联一样 都是行社会主义 好了 问题就是说 就是为什么 譬如说今年六四 那个 就是 搞那些什么东西 土特产的那些 就是展览会 那样 有人穿了一件 捷古华拉的衣服 警察要抓他呢 捷古华拉本身 虽然是社会主义 但是问题呢 他要跟这个 长毛又能上关系嘛 长毛现在是47人外 所以捷古华拉本身呢 这件衣服呢 是代表着一种 反抗港共政权的一个宣布 所以人物本身呢 都是一个的 就是肚腾 可以去到被使用的 那另外就是 如果我们讲回毛泽东 本身的样子的话呢 其实在六十年代 他有很多全世界的 那些毛派的革命领袖啊 或者是那些革命党呢 其实都是以毛泽东 作为一个的符号 甚至乎的对象 甚至乎去到他 200多年的时候呢 有些国家都还有毛派的政党 包括印度 包括这个阿富汗 所以其实这种 就是以毛色的革命 来到去推翻政权啊 或者去搞政党的话 这种形式的话呢 其实还是存在住在那裡 所以其实你要留意一下 在现代里面 除非你是搞这个 依然得君主制 或者说你是各种各样的政治派别的话呢 都会用一种的 或者用若干的图腾呢 来代表着自己那种政治的诉求 或者是一个 vision 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呢 其实不同的运动都会设计 或者是会衍生出自己的 symbol 所以去到最后的话 就是六四的话呢 就出现了一个坦克人 这一样东西 所以下一步呢 我们可以想一想 为什么这么多的场景的话 坦克人是会胜出 甚至于在不同的潮流文化里面 是会有不同的re-representation 很简单而已嘛 你不要说Simpson这些 那么全球化的动漫企业 会用它 你自己走去麦当劳 香港的朋友都可以试一下的 不只是英国 你就买一些麦乐鸡 其实真的有人这样做 买买乳鸡 然后用薯条 然后每个买乳鸡 当是坦克的身体 然后薯条当是坦克的那支炮 就弄四个在那裡 然后前面就半支薯条 那个做坦克人 就已经是一个Tankman的阵势 很容易来到它模仿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用Tankman来做 它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那当然讲到关于所谓Tankman 突然间让我想到就是说 其实你想想 刚才我讲过就是说 其实有个坦克可以一夜 将整个人压变 但是它没有这样做 它甚至在某一些模型方面 你会看到就是说 似乎就不想将 就是黄先生 黄玉林先生去上海 那你想想就是说 一个这么强的坦克 和一个这么弱小 其实一压就会死的人 但是竟然一个人可以 令到那个坦克 听他说的话 其实是一个被人冠以为失败的 一个社会运动 社会运动里面 其实突然间好像 一声 好像给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信息 就是你整个运动好像 百分之九十八 但是那百分之一的坦克人 就告诉他 其实运动不是百分八十八 所以我经常会想就是说 会不会其实在今年香港 特别可能在今年的新闻里面 都有很多香港人 用不同的形式 就是可能有人 譬如有一个日本人会仲经 那之后有不同的一些 就是行为业势的朋友 用不同的形式 就是这些抗争 我会很觉得 其实很多不少 他都是有一个黄维林的认识行动 就是说 虽然我真的是一个普通的人 你抓我 我都没办法 我都反抗不了 但是不是因为那种恐惧 怕死 怕坐牢 而我退缩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香港人 或者说得老土些 就是说 基本法赋予言论自由 赋予表达言论自由 那为什么我的自由 是给一个所谓国安法 正如陈文敏所说 就是说 难道真的这个基本法 违反国安法吗 可能这个是事实 或者是事实 所以香港人 透过这些信息 告诉香港人 告诉世界人 香港人 人生不死 是的 那这个是有几个观察 那我们又回去说 看看人们为什么会 是一个ideal的 就是icon 我们会拿出来呢 首先讲第一点 就是它可塑性很大 基本上你想到任何一个方法 来呈现出四个unit 一个小小的动物 其实已经是Tankman的一个representation Samsung那是一个 然后刚才说的 麦多劳那是一个 然后我见过也是用动物 比如说一只母牛 和四架拖拉机 对对自主 然后又是一个 所以其实就是说 Tankman的一个组合 其实是一个很容易重复的一个combination 所以其实任何 它是有助于用创意来做 还有 用Yellow Duck 四只Yellow Duck 然后前面放的王维林 那又可以 所以那些人就说 喂 你这样的搞法 会不会禁止Yellow Duck 不能在中国里面出售 到目前为止 好像不会 好 除了这些照版猪腕的representation之外 其实有些艺术家 是会将这四个坦克 和那个人的比例 来修订的 比如说刚刚在台湾 有一个以荷兰做基地的港人作识 叫做我们 是一个文化艺术团体 他在台湾里面 搞了一个叫做生死存亡的六四展览 上面就出现了很多的艺术展品 而我个人最欣赏这一仗 哇 是的 他将王维林的影像放大了 就是说 其实前代者就说 虽然他都是Tankman 但是说人民始终都是胜利 人民是不会害化这个专制和暴政 所以你就解释了 为什么Tankman的可塑性这么大 所以其实他可以用不同的combination 不同的比例 去呈现再创作者的那种意识形态 还有刚刚你说到关于就是说 三个坦克加一个人 或者可能有些是四个坦克才算 这个正正就是给到人很大的空间 去到做厂头 刚才也看到 那甚至我也知道在中国里面 在以往 有些人都不小心 是将这个图案 是想在一些漫画里面 然后放在一些可能是博客 或者在一些公开的一些网站里面 那当然在一个政治较为没有那么稳 或者没有那么紧的年代 那当然这些漫画可以有一段时间流出 但是我想可能到现在 稍微容易令人联想到 和听什么有关的东西都会被禁 正正就是我们讲到就是说 这些这样的政治图能背后 就是要透过想象 是令到人觉得 将现实里面的没有可能 是变成有可能的 我们不能够否定想象本身 其实都是一种力量 嗯 是的 跟着下去呢 除了刚才所说的一点之外 我就想到另一个 就是我从教科书角度去看 就是说 Tankman的好处就是 它代表性很强 代表着人民反抗这个专制 另外就是它够干净 整个讯息的话 抗争之外 它的血腥性是最低的 如果大家有看过六四相关的上面的话 其實就充滿著鮮血 頭又爆了 或者有些屍體被燒那些 那些其實就不可以用來亂用 或者放進去討論文 但是聽名的話 整個象徵意義是很強的 純粹是一個弱小的人民反抗暴政 而構圖本身又夠乾淨的來落 所以可以放在任何的討論文上面 而不怕被人覺得那些東西太過血腥 當然啦 如果你以西方角度來說的話 其實我看過 因為我已經最近review過GCSE 和A-level 關於中國歷史的部分 其實他們在文字上面 他們就不是很怕做一些血腥的事情 比如說 他們說到這個三年大饑荒的時候 其實他們是會說到他們會吃死屍 他們會叫那些婦女出去賣人來賺錢 資助署女 就是他們會把實況說出來 但是那些始終都是文字的嘛 如果你真的要選照片的時候 其實你就不可以選一些很血腥很暴力的照片 所以因事之故 Tankman本身就是一個挺好的照片 可以呈現了六四裡面 觀與文字那種張力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相信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Tankman這麼流行 我想剛才楊恩Sir都說了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 當然如果你說作為一個可能我們 可能我們看開文字或者覺得文字的紀錄 文字的描述都已經附有一種感染力 或者甚至有一種情感在那裡 但是如果你說作為一個普通人 或者其實可能對於一些所謂的事實的認知 不是說真的很深入 也可能因為他們本身的常生活都不需要這麼深入 但是可能一個圖片一個圖像 或者之後不同形式的一些疑似創作 或者不同形式將它再進行一些創意裡面的創作 那也是能夠令到一個其實一個很簡單的圖像 能夠在35年之後我們繼續流傳 那也都相信就是說在現象或在未來 很多人都會透過所謂坦克人 是有不同形式的一些疑似創作 或者不同形式的一些想像的一些作品 是令到人記得這件事之餘 更加重要的就是帶出一個很正面的訊息 就是說雖然坦克和人似乎力量方面是這麼延殊 但是不是代表因為這樣我們放棄不同形式的抗爭 不同形式的訴求繼續爭取 另外一個我想到就軟一點點 但是都不受唯一一個象徵意義就是說 如果我們將鴉片戰爭和六四抗爭上來說 有沒有可能呢? 哇 這樣東西啊 如果突然間當作是一個突擊測驗 將這個鴉片戰爭六四事件 那如果我們很快就想到 都是一個國史來的嘛 是不是? 兩樣東西拉在一起的點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剛才王維林這個名字 試著將王維林這三個字 反過來 臨為喜 我用臨為這兩個字 下面加一個喜字 OK 所以這個 所以我不是說有點離譜 但是問題是 你三個字裡面有兩個字中了 這個就是當時鴉片戰爭的時候 另外一個很出名的人 他都是臨為 這兩個字 或者是維林 所以這裡明明之中 會不會有一點點的玄機呢? 這個就交給彈仙來處理了 那這些你說明字上面的一個巧合 當然如果這樣也中的 這個歷史本身其實 又從香港又乖 對 比起西方的歷史 那其實真的 是真的有點複雜的 可以這樣說 那五分鐘都會做 那當然你說我們今天 可能今天這個節目裡面 都講到關於所謂政治圖騰 講到關於坦克人 其實大家都會想想 就是說 除了有些朋友 當然畫東西很厲害 那當然又可以畫個 不同形式的公仔 或者喜歡找些薯條 現在馬上去買一包 物技薯條 買一包自己去玩 那當然 我都勸香港朋友 你自己躲起來玩 你不要公開玩 那但是有沒有想過 其實我用文字 都可以玩到這些東西呢? 噢 那你開估了 不如就 那當然文字 其實早幾天都有人分享 是用文字 砌了整張坦克人的圖 因為漢字本身是一個表義文字 是 那當然你想想 那是今集的題目 今集的題目 會變成什麼呢? 你還沒開估 我還沒開估 其實可不可以開估 還是給大家 我願意的 不可以 拆開人都可以說 不如我給一點點東西 很快想想 大家都知道 如果把人變成中文字 你覺得哪個中文字像坦克 哪個中文字像坦克 是的 好了 我給5秒猜 5 4 3 2 1 大家想想 有什麼真文字的形狀 看看 就是 尖字 尖 尖 尖士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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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一支筆寫 尖 尖 尖 然後你可以在右邊寫一個人字 是的 另一個角度看回整件事 尖尖尖人 我不知道會不會觸犯《國安法》 《23條》 《戰話罪》 我勸大家都不要試 但是想想 如果你連一個普通的文字 都能夠成功引起人 去到聯想和坦克人 和《六四》有關 你想想 為什麼一個政權 他覺得 連思想都是有罪呢? 就正正是因為 頭像 文字 他聯想力的力量 真的會很大 所以到最後其實都是政權 對於人民的恐懼而已 我想最後都是 很怕人民 越想越想 越想越怕 越想越氣憤 越想越調戲不上的話 就真的會跟你這樣 真的 當然 你說人民 什麼時候去到某一個龍界點 真的會動手 我想 將來再說 或者希望將來透過 可能是Qoo的平台 或者不同的平台 都有一些不同的分析 但是大家想一想 如果你說 在差不多年齡之前 我覺得現在最有可能的話 如果你問我香港 現在最有可能 引發暴動的行業 就是的士 其實每日 每天都看到有的士司機 或者的士的從業員 和乘客之間有一個爭執 其實這個本身就是一種 不斷地將那個氣氛加壓 研點 去到最後的話 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的話 就是 當的士司機和乘客 打架的時候 另外那些司機 突然加進去幫忙 整件事的話 就會演變成 就是會escalate 變成某一件事 會 你想想 很多時候 一些 由小型衝突 變成一些大規模的 一些政治社會運動 其實大的環境 無論你說到2、2、8 或者可能無論說到 可能天安門事件才算 其實只不過就是說 透過一些小的一些場景裏面 可能是一些 人民對現實那種不滿 或者香港人對現實那種不滿 然後正正是 突然間這件事已經爆發了 當時人們突然好像 著迷惑 或者是突然間 好像不怕 突然間好像有人醒了 真的和你死過 那當然你不要問我 什麼時候會 香港會出現這樣的事 但是如果一頑固歷史本身 很多時候一些 大型的一些運動方面 很多時候都是有一些 小的事故 或者很多人覺得一些 就是 不那麼重要的事故裡面 是慢慢慢慢 是將它 觸發或者甚至擴大 而最終導致一個 可能是一個 這個時代或者國家地區 大轉變的一個契機 這樣 好了 我們看到那個時間都差不多 其實去到我們今天 講到關於 就是猶太人 講到關於六四 講到關於政治圖騰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呢 當然我知道香港朋友可能 可能就無所謂啦 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表達 或者有些事情 可能你和大家分享都好 但是 在未來日子 我們在枯進天下事裡面 無論我 鍾Sir 或者這個楊Sir 都會透過 可能 譬如說 可能我和楊Sir 可能對文化政治 歷史 那方面 可能鍾Sir 我 可能對一些社會政策 一些 或者甚至可能一些 當然也很視乎最近發生什麼事 各位評論 也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頻道 點讚、分享、留言 以及將我們的節目分享給其他朋友 到最後了 楊Sir有沒有什麼補充呢 我很期待可以看到警察用TG射迪士司機 講笑話 這個可能發生了 我講了一句 以邏輯來說 這個不難發生的事情 不是 不是 就是 坦白說 你這五年 就是你從19到2024 其實你不斷去加壓 看看問題 關於一件事 很多朋友都說 因為你的政權只不過是要去瘋 你如果要瘋 你如果要加壓 你其實 不單止政權瘋 根本現在連的士司機 就是說這些都不驚大佬 經常都說 成客沒有禮貌 我為什麼要有禮貌 我為什麼要收入 我自然就沒有禮貌 大哥 你做任何事情 是你的道德 令到你要去做一個基本的人 大哥 不關心不收入市 所以這一點都反映香港社會本身 我現在中常用過一個概念 就叫做整個社會其實是瓦解禁 你沒有了信任 也沒有了一種凝聚力 也沒有了一種大家 那種價值觀 坦白說 我想就算你說社會有沒有另一場運動 也好 但是你社會本身去到這個情況 究竟前景會怎樣 未來會怎樣 大家都心想有數 我們今天時間到這裡 差不多了 我們下次應該是阿鍾Sir和阿楊Sir 看看兩位主持有什麼和大家分享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